好嘛 来 这一讲咱们要练习练习 约束倍数 到底会经历过哪些试题 通过几道小题 快速让你明白 约束倍数 公约束 公倍数 包括上节课崔老师讲的 崔式吃饭法它的具体应用 很多题目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暗藏陷阱 咱们避开它们 很多题目看起来有点小难度 教你怎么用最简洁的表达方式 快速搞定 OK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 两个自然数不成倍数关系 说明两个自然数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 OK 趋势与路就是这么诠释的 它们的最大公倍数是18 说明还都是一个体系里的 哪个家族呢 都是18这个家族当中的 对不对 对 彼此有血缘关系 最小公倍数是216 这两个数分别是多少 哎呦 同学们一看这条题 很明显就应该知道 这两个数都是18的倍数 18的A倍或者18的B倍 对不对 接下来再来凑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216 还不让你有直系的血缘关系 就是我不是你的爸爸或者我不是你的爷爷 没有这种整倍数的关系 同学们最容易想到的就应该是蒙一蒙 猜一猜 凑一凑 试一试 只凑一凑 对不对 凑一凑 发现凑了半天 其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折磨 你还是能试出来的 但是感觉总不是那么太爽 对不对 上一节课咱们的催试吃饭法 尤其是用菜单的方法很详细的诠释了 OK 在这道题目当中 这个18其实是解开问题的一个关键 因为你知道吗 这俩数咱们用代数的思想表示成A和B 是不是表示成你我的菜单 是啊 崔老师的菜单 好吧 就当A 咱们上一课说过 我的菜单包括M 麦当劳和一份A A是什么呢 昂 蚂蚁 可以吧 就不是Apple B呢 等于M乘一个小B 说明屏幕前的你爱吃的 除了麦当劳 还有B Banana B对 B Bike Bicycle 自行车 可以吧 我爱吃的这两个东西 你爱吃的这两个东西 咱们的最大公约很容易就写出来 就是谁呢 M A和B的最大公约 麦当劳 用这种方式写出来就是咱们菜单上最大相同之处 麦当劳 剩下我吃我的蚂蚁 你吃你的自行车 它们俩有关系吗 没有 一点关系没有 在数学里面没有关系的俩数就叫做互质 对不对 最大公约数就是1 没有血缘关系 能明白吗 明白 OK 那咱们来看一看 这道题里面很明显说 这个最大公约数M就等于几呢 18 18 很容易 说明其中一个是不是18的A倍 另外一个是不是18的B倍 对 那我就要用另外一个式子了 上级课教过来 A和B的最小公倍数等于什么呢 等于M乘以一个A乘以一个B 没错吧 没错 说的是做一大桌子菜 能把我和镜头前的你都吸引过来 那你说这个桌上得摆什么呢 首先摆一份麦当劳 是不是咱们俩都爱吃啊 把咱们俩都吸引过来 用摆两份吗 不要 一份就够了 咱们俩是不是看了就过来了 其次逛麦当劳还不够 为了我过来 还得摆一份蚂蚁 为了你过来 桌上还得摆一份自行车 对不对 所以说 OK 这个数一乘等于216 没错吧 我很容易看出来 M已经等于几了啊 是不是18了 那你算一算不就知道 A乘B等于几了吗 A乘B就应该是216除以18等于12 非常好 而且要满足这儿的A和B 刚才崔老师刚刚说过 有一句潜台词 就是AB之间的关系得是没有关系 也就叫互质 对吧 最大公元数得是1的 它也乘起来又是12 那咱们来看看 AB这两个倍数 都是M的若干倍 到底是谁和谁呢 能不能是1和12 有没有倍数关系 明显有 12是不是1的12倍 对 对 可以吗 不行 不行 能不能是2和6 不对 有没有倍数关系 有 能不能是3和4呢 可以 一定得是他 因为没法进行别的分拆了 对不对 对 只能分拆到这 3和4之间没有倍数关系 他们俩互质 说明A和B一个是3 一个是4 也就说对于原题 一个是18的3倍 一个是18的4倍 3倍和4倍顺序无所谓 对不对 这道题求的是这两个数分别是多少 那咱们就来算一算 18乘以3等于54 18乘以4等于72 72 OK 54和72这两个数平时运算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感觉不深 感受不强 OK 那经过这道题之后 希望你增加一点数感 54和72原来第一都是一个体系里面的往上数 他们的祖宗都是在一起的 都是18这条线路当中 他们都可以说是18罗汉的一员 可以吧 那另外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除了18之外 一个是3倍 一个是4倍 彼此互质 最小公倍216 哦 这个数我再提一遍 因为后面有一道题的线索跟它密切相关哦 希望这道题的答案同学们能加深一点印象 待会做起起来会爽得多